主语呢是M,谓语呢是这个was,谓语是这个殖民地,是说M呢它是英国的殖民地,后面呢是这个accepting for的dominance,是说除了为了行政和教育的领域,那这是做一个大的状态。 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完整句是说英语从来没有被说过,那这个时候很明显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语法错误, 因为两个完整句之间呢我们是需要一个连词连接,那A当中和包括这个B选项都没有这样一个连词去连两个完整句,所以可以排除。 3C选项呢有了but这样一个连词,后面呢是说除了在这个行政和教育的领域,那我们可以接受,先留一留。 4D选项呢它这个变成了accepting,那这关和accept区别其实不是很大了,重点呢是在于身后这个for的dominance, 那我们呢肯定是说除了在行政和教育的领域,这个英语没有被使用过,而不是说除了为了行政和教育的领域, 这个英语从来没有被使用过,所以说在这里呢应该用in的domin而不是for,所以4D可以排除。 5E选项呢依旧是缺少连词可以排除,最后答案是3C选项。 5E选项